赵书勤著 与毛泽东主席聊天 一段红小兵与红太阳的往事 一个解放军文艺兵的人生奇遇 第一章 走近红太阳 第十一节 毛主席观看东方红 在东方红大歌舞排练期间 毛主席也经常到大会堂的北京厅去办公 有时我们在排演现场 只要一看到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就知道毛主席又到这里来办公了 记得有一次彩排中间休息时 我们几个经常去中南海出任务的同志 正坐在一旁聊天 忽然看到了主席的秘书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 来到了排练现场 于是就要求他们带着我们去看毛主席 当走到主席办公的地方时 秘书让我们在门外等一会儿 我估计他们是去请示主席 是否同意见我们 一会儿功夫 我们就见到了毛主席 他和我们平时在舞会上看到的一样 还是穿着那件肥大的灰色中山装 坐在一个办公桌前 正聚精会神的阅读文件 我们轻手轻脚地悄悄走了进去 因为是好几个人 不管动作多么轻 还是惊动了他老人家 主席一回头就发现了我们 这时大家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又蹦又跳地朝他走去 那天我们穿的是东方红中的 情深异常那场戏的遗族服装 头上戴着挂有亮片的彩色头盖 耳朵上戴着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大耳环 加上一身长长的大裙子 对我们这种装束 主席在生活中可能很少看到过 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猜出 他对我们的装束感到很新奇 几个人中不知谁问了一句 主席你看我们漂亮吗 他连声说漂亮漂亮 并且问这是哪个民族的服装 我们齐声回答说遗族 然后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告诉主席 我们天天都在这排练 还告诉他总理经常来大会堂看我们排练 我们纷纷邀请主席来看我们东方红演出 他说只要他们有关部门 安排我一定会去的 突然毛主席提醒我们说 你们来看我可不要影响工作哦 经过主席提醒 我们只好匆匆与他老人家告别 回去继续排练 1964年10月2日 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演大型音乐舞蹈史时 东方红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 董碧武 朱德 周恩来 邓小平等 陪同前来我国参加庆祝活动的各国贵宾 一起观看了演出 这次毛主席没有来 从此我们就天天盼着他能尽快来看我们的演出 没想到仅仅过了四天 1964年10月6日 毛主席在周恩来 彭真 贺龙等领导人的陪同下 同驻京部队8000多人一起观看了音乐舞蹈史时东方红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 台上台下群情激昂 每场演出完毕 大幕刚徐徐合拢之时 观众中就会响起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那天演出前 领导除了正常的讲评外 还特别强调了 这次演出的重要性 使我们自然猜到了 一定是毛主席要来看演出 因为大部分的中央首长都已经看过了 只有主席还没看 尽管东方红已经演出了一段时间 我的表演动作已经相当熟练 不知为什么 当主席真的到现场看演出的时候 心情还是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在演到情深异常那场戏的时候 耳边响起歌唱家邓宇华老师 美妙动听的歌声 五彩云霞空中飘 天上飞来金丝鸟 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 那天穿着这身服装 到毛主席在大会堂的办公地点 看见他时的情形 精力一下子分散了 动作也乱了 本来还不该有的举手动作 我就提前把手中的托牌举了起来 幸好我很快意识到了 自己错了 并且集中了思想 才避免了继续发生错误 毛主席对东方红的演出非常满意 1964年10月16日 他率领几乎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接见了东方红剧组的全体远职人员 还同大家合影留念 也就是在这一天 这个场地 周总理向我们宣布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好消息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所引起的轰动 不亚于原子弹引爆的连锁反应 顿时使整个会场都沸腾了 鼓掌声 口号声 此起彼伏经就不息 我的心也被深深地激荡着 沉浸在无比的幸福和自豪当中 毛主席观看东方红后不久 我再到中南海出任务时 曾对他老人家说 不知为什么 在舞台上 演出看到您的感觉和现在不一样 他说 你们经常见我有什么不同吗 我说 因为您来观看演出和接见大家时 我们的心情和平常就是不一样 感觉特别激动 我接着又问 主席 我们在台上演出 您能认出来我们是谁吗 他摇摇头说 看你们在台上 面孔都一样 我分不出谁是谁来 毛主席在看完东方红以后 对有些问题也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如东方红中有一个场景 表现的是上个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 码头工人正在搬运货物 现在的舞台背景 是一个大公园 大门口立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很少有人知道 最初舞台设计上是没有这块牌子的 是毛主席观看东方红演出的时候 看到了这一场景 他对周总理说 那个时候的上海滩 公园门口都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演出时也应该加上一块 这样才能更逼真的表现旧中国 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真实情况 那时舞台背景都是幻灯打出来的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当天演出完毕 工作人员便连夜加班画幻灯片 第二天演出时 舞台效果就是我们大家后来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又如东方红从畜牧葵花巷阳后 共分八场 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 既从被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苦难中国 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毛主席看后提出 不要搞那么长 演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就行了 根据主席的指示 后来我们就把已经排练好的 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两场删掉了 一直到后来拍摄的电影艺术片 东方红 也没有再加上这两场戏 据了解 毛主席除了在1964年10月6日 观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外 还于10月8日观看了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10月13日观看了《我团》演出的歌剧《江姐》 毛主席在同一个月内连续观看了三场文艺演出 这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可见那个时候 毛主席对文艺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是非常重视的 从1964年夏天 周总理只是创作排演东方红 到为国庆15周年献礼 来龙去脉再到1965年国庆演出前 将东方红拍成电影供应 距离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 尚不足一年的时间 可以说 东方红成为了文化大革命前 我国文艺舞台上最后的辉煌 现在回顾起周总理亲自指导下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文艺战士 参加了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排练演出的全过程 并且给毛主席演出了这部画时代的艺术剧作 真是一生中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幸福经历